可以看到屏東東港的風勢還是相當的大 因此就在早早十幾分鐘前 位於東港的中正路 就有這座大型的看板 整個紅天而降 直接還砸到了路邊的車輛 而可以看得到 這一座大型的廣告看板 長度就有十幾公尺 而高度甚至有將近20公尺 除了這個塑膠燈箱之外 還有許多的鐵架 因此重量可能高達好幾百公斤 還好當時它砸下來的時候 當時底下並沒有人 雖然砸到了一輛車子 一度嚇壞的附近民眾 以為有司機在裡頭 還趕緊呼叫支援 還好經過檢查是虛驚一場 不過可以看得到 由於今天從早上一直到下午 光是屏東東港地區 就發佈好幾波的強風特報 而且都出現十二三級以上的強風警報 因此在整個中正路 相當防滑的路上 不只這座看板 包括對面也好 以及四周圍都有許多的 這個鷹架以及這個帆布 早就已經破損不堪 而根據中央氣象組最新的資料 其實這個中心點在剛剛十二點半左右 已經從高山港以及旗津之間來著陸 因此也帶給周邊相當大的威脅 而由於目前這個颱風中心點 風勢還相當的大 民眾真的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目前的最近情況 出發